哈喽,我是王温暖,今天阳光明媚 游叔 心情怎么样 好 身体怎么样 好 然后我今天打算给我们全员理个发 哎呀,你别看我,其实我是专业的 我曾经在理发店干过一个月洗头工 我以前也给别人剃过光头 也给我家狗剃过头 所以说,没事 你给我剪的刘海都剪成这个样子了 你看我自己刘海不挺好看吧 分分钟都拿捏 现在首先,来欢迎我们第一回播客游叔 欢迎光明 来 这个袋子旁边 去,一边 托尼老师 你干嘛 你要把他绑走吗 这个 这好像 刘叔,刘叔你没犯啥事吧 哈哈哈 别质疑我的专业性 不质疑,专业的,专业的 专业的,我知道 拿这个绳子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没事,你放心吧,专业的 专业的 我们这储物店,干了三天的储物美容 我去,这箭子有点搭呀,有点夸赞啊老天 加板刹上了 等下开始剃头发了啊 剃头直接剪短 直接剃到这个 直接剃不就完事了吗 先给你修个形了 牛叔头发也不富裕啊 你给他剪短,然后再剃 果然很专业 我挺专业的,就是这剪刀不太专业哈 嗯,你就说啊,多久没洗头了呀 哈哈哈 有四天了吧 嗯,我觉得 因为我的头发也油了 油了,油油了 今天全员洗白白 嗯,你别说哈 牛叔六串六十多出来 你看他头发啊 还是很黑的 你看有些人 四十岁出头就已经白了,知道吗 我怀疑你在说我 哈哈哈哈 你有证据吗 有 怎么样,兄弟们 剃还是直接这样子 剃不剃 怎么样 没说 随你 随你啊,你觉得想 哦,随你 你想要剃了就给你剃了 剃吧,剃吧,剃吧,剃吧 剃光都会不会冷啊 哎呀,姨呀 中央都已经冷了 就在不在后边说 哈哈 哈哈哈哈 还顾得了地方吗 哈哈哈哈 中央都已经看着冷了 基本就无所谓了呀 这穿是聪明绝顶啊 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嗯 好了 明天再见吧 明天听一点点 尿十岁,成四十一斤了 你要给牛叔再穿个尿不吃 还能十一岁呢 真话说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人话说的真的是 哈哈 现在整个人看着精神不错了吧 这个发型剃的还是不错的 看 好了,牛叔 我牛叔说吧 这个发型一剃呀 真的是精神好多 真的 起码年轻十岁 来会给你洗头 嗯 嗯 这下面 你等下洗个澡 我说你等下就有头发下面去了 哎呀 他还有掏耳朵 你说你给我也掏一个呗 只掏耳朵不听头啊 可以啊 哎呀 这个服务真的好 洗完头发还掏耳朵 很好 我就想问一下这套下来多少钱啊 王托尼 喂,人们也扶我 哈哈哈 来回头对我也洗洗澡澡呗 等你七老八十的时候 找一个温暖 要不然给你掏去 那个时候温暖也老了 现在趁年轻是吧 你不说了给我说哈 哇,你多久没掏耳朵了 嗯 站住 站住 好 点热的啊,赶紧啊 你摸呀,看烫不烫 每个人的温度不一样 感觉如何 舒服啊 哎呀,真是现在是个精神老头了 太好了 来来来,还没有剃头发的 有人呢 小罗 来剃光头 给他的 谁还要剃头发的 庄业的 托尼老师在这里啊 人怎么跑不见了呀 你吓死人了,你这心神 可以的啊,挺好的挺好的 精神很多 哎呀,舒服,轻了 真的精神很多 看见年轻很多 帅得很 再一辈子 嗯 我在哪里剃发 哈哈哈哈 可以回去牛了 哈哈 牛叔的头像吧 很多这种啊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啊 我头上之前吃了头发也有 好像给他给他搞点蝙蝠吧 他留下来了 有有有有有有 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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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搞点蝙蝠 因为咱们这里没有药膏 杀个毒啊 对,他这个应该就是皮囊的一种哈 就皮囊的一种 我之前头发剃光头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 冰不冰啊,牛叔 肯定冰啊 这哪不冰啊 这要这个水潘去 比较瘦瘦的 他这个他这个就是 哎,有疙瘩什么的 大家知道啊 可能很久就是 没有清洗头啊干嘛的 导致的 你看他头皮上面都已经不长头发了这一块啊 对 就是已经没有毛囊了知道吗 他这个是有点像自己抓的一样 都差不多 就是他自己也会老一下 那个晚上我再给你头一下啊 隔隔几个小时我再给你喷一下 那这个应该是之前有的人包 现在已经消掉了 嗯,现在没事了,没事了 现在吃药你就好了 好了 要按时吃哦 嗯,可以了 戴上吧 哎呀,三十七分钟 牛叔的孙,孙女打电话来了 咱们上初一了 啊 你说啥 看直播了 看直播了 看你直播了 看你们直播了 看那个呢 老爷这个发型咋呀 一人的西医了 西医朝老爷这大头光乐啊 西医 哈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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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